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第1486集 环上金色的光霞一卷之后啊 数以百计的巨大甲虫 飞出来了 每一只都是金光灿灿 外下一对猙獰毕露的大獠牙 正是成熟体的士金虫 韩丽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掐绝 每语处骤然间白光一闪 痴痴声大作 上百根金丝状的东西从中激设而出 每一根都准确无误地 没入到一头金虫当中 上百甲虫启动之下 就化为一团团金光飞入池塘中 并飞快地向池水深处沉去 以士金虫几乎无法被摧毁的身躯啊 外甲本身具有的距离 自然可以轻易地潜入更深的地方去 片刻间这数百世金虫就一口气地 深入七八丈之深 这才开始放慢了下沉的速度 但到了此时 仍然未曾见到池塘的底部 这韩丽的脸上出现了诧异之色 心中不仅暗自转着 是否下一次动用十几头预备虫王的念头了 但当这些士金虫艰难地下到了十几丈深的时候 其面上终于露出了欣喜之色来 在十几丈深的水位下方 终于见到了一片白茫茫的沙粒地面 韩丽大喜之下 当即命令所有的士金虫 向不同的方向开始搜寻起来 结果很轻易地 在池塘两个偏僻的角落处啊 发现了七株持许高的灵莲 每一株 尽感都仿佛水晶般透明 里面则有密密麻麻的血丝 直通静感顶端的莲花 这七株灵莲中 其中三株只不过是拳头大小的淡色花苞 两株呢 则展开了近半的花瓣 只有一株彻底地绽放开来 那些未真正绽放开的莲花 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淡黄之色 而这彻底绽放开的灵莲 花瓣颜色呢 却呈现肉红之色 表面还隐约可见和人一般的血脉经络 奇异异常 韩丽见此情形 非但没有失望 反而大喜起来 有关喜灵池和静灵莲的资料 虽然在灵界流传寥寥无几 但是他既然打算冒奇险进入魔界 自然想尽各种办法弄到一些大概的情报 根据他所得到的资料 这静灵莲呢 算是天地间的一种奇物 不但只在喜灵池中才可诞生 而且灵莲在未开花和颜色大变前 却是和普通灵草一般没有多大效用的 而此连一旦开花呢 就可以持续千年之久 若是无人采摘 则会慢慢地化为精纯灵气 自动地融入灵池之中 下一次的开花 却又要等上数千年之久了 故而在未进入喜灵池之前 即使一直图谋此事的龙家老祖等人 也不敢保证 一定就可以碰到正好开花的灵莲 而且就算真能得到一两朵 因为人数缘故 一人能够得到两三片花瓣 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现在龙家老祖等人呢 都意外地陨落身亡了 就剩下一个人了 这一朵灵莲自然能够为其所用 足够让它充分吸收灵莲的神奇的药效了 韩丽强行按住心中的欣喜 再让士金虫仔细地搜查一下 喜灵池底部其他的角落 结果除了那些静灵莲外 未再发现其他灵药 这倒也并不奇怪 以喜灵池中灵水的可怕威力啊 一般灵药还真无法地在池底生存的 况且池中灵力相对外界来说 也实在精纯的有些过头 其他灵药种子偶尔落入其中呢 只能落了一个自爆的下场 更谈不上什么发芽生长了 韩丽在思量之间 那些潜入池底的士金虫忽然间一阵骚动起来 似乎纷纷变得兴奋异常起来 韩丽诧异之下 急忙再次和那些分念联系在一起 并飞快地查看这些灵虫来 结果片刻之后 它脸色骤然一变 其中一个念头飞快一催下 一只士金虫才有些不情愿地 向水面缓缓地拂去 当这只拳头大的金色甲虫 从池水中一飞而出时 韩丽双目金光闪动 仔细地打亮起来 表面看起来 这只灵虫和先前没有什么区别 但气息却似乎略有些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单纯的衰弱或强大 更像是一种本质上的转变 韩丽眉头紧锁一下 忽然间想起了什么来 瞳孔中蓝芒一闪 这一次 它脸上马上呈现出 一丝吃惊的表情 看似和原先一般无二的灵虫 身上金色的甲壳 竟然浮现出一根根 肉眼难以察觉到的白丝 虽然几乎淡若不见 但它可以肯定 先前士金虫身上 绝对没有此东西的 韩丽心念飞快地转动 脸色变化几下之后啊 木然抬手冲着空中的灵兽环 再一招 顿时又一只士金虫 从环中击射而出 并且一个闪动下 乖乖地落在了手心里 一只手掌将这只士金虫 一拖而起后 目光蓝芒连闪地一扫而去 片刻之后 它脸色微微一变 果然先前判断的没错 在灵目之下呀 灵魂中新出现的士金虫 身上甲壳光滑异常 并没有那些白丝 明显是士金虫进入了 洗灵池之后 这甲壳上才呈现出 此种变化的 莫非这洗灵池 对这些士金虫 也是大有其效 这韩丽心中这般思量着 不再迟疑神念一动 又从池水中 换出了一只 成熟体的士金虫 结果这第二只 下过灵池的灵虫 体表也同样呈现出了 根根纤细之极的白丝 至此 韩丽心中再无任何的怀疑了 这洗灵池 竟然对这些成熟体士金虫 有再次激发变异的奇效 就是不知道这种效果 会将这些灵虫 往哪个方向变异去 韩丽的心中这么想着 脸上却没有露出 过多的惊喜 也没有马上放出 所有的灵虫 而是眉头一皱啊 法觉一催之下 将已经潜入池水中的 其余的士金虫 也都召唤了出来 并一股脑的 全收进了灵兽环里 韩丽很清楚 士金虫会这般快产生异变 自然是因为 吸收了池水中那些神秘的能量 才会有这般变化的 而洗灵池中这些能量 正是它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 在自身为洗水一经之前 怎肯先减少这些能量 否则万一能量不够 洗水失败 纵然这些士金虫 一变后危能大增 它也只有悔恨交加的份了 毕竟 进阶大乘境界 才是它的根本所在 其他的一切都是水中花 静中月而已 当然了 若是洗水完毕 自然就大不一样了 它自然将士金虫放出 让它们尽情地吸收池水中的一切 对这一切 韩丽心中想得明白 再加上已经寻找到了静灵连 当即不再迟疑地 把灵兽环一收 袖子一抖之下 一道淡淡的金影 从中积涉而出 一个盘旋后 化为了一只持许大的金色的小兽 正是 暴林兽 韩丽沉声地吩咐道 虽然此地 不太可能有外人进入了 但为了以防万一 在我进入池中的时候 你还是先帮我护法一二 真要有什么人闯进来 一定要先给我尽力拦下来 主人放心 我自会尽力的 这小兽一张嘴 发出了女童的清脆声音 身形一动之下 顿时化为了一道残影 凭空消失在虚空之中 韩丽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身躯清光一闪 一道淡绿色人影 诡异地一闪而出 这人影和韩丽的容貌 一般无二 也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长袍 正是那句知仙灵驱 随之 韩丽又一排天灵盖 一团黑气一帽而出后 里面隐约有一只漆黑猿鹰 正是韩丽的第二魔鹰 这魔鹰方一现身 和韩丽心念相通下 立刻一声低鹤 扑向灵驱 并转眼间 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接着不用韩丽吩咐 原本双目紧闭的灵驱 淡银双目一睁 微微一笑后 就化作一道脆光 投向附近的一片密林去了 这时候 韩丽才又取出 一叠叠镇旗和镇盘来 向池塘四周一阵狂抛后 顷刻间就布下了 三座玄妙的临时镇法 将整座灵池 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 为了谨慎起见 以防外面的两个魔界十祖 施展什么无法预测的手段 这韩丽也算是小心到了极点 将一切防备手段都拿了出来 虽然暴灵兽和魔鹰操控的灵驱 以及这些法阵根本不可能拦住任何一个圣祖级别的存在 但只要稍微给韩丽一些缓冲时间 自然就不会被谁打一个措手不及了 韩丽做完这一切之后 才真正安下心来 脸色一松之下 当即轻飘飘地往池水中徐徐落去 身躯一接触到淡银色水面的瞬间 一层青色光幕从体内一闪冒出 将池水轻易地一分而开 韩丽缓缓地往深处沉去 最终让池水淹没了身形 水面一下恢复了瓶颈 随着身形下沉 池中压力一下激增起来 将青色光幕挤压得微微变形 但以韩丽的神通 自然对此视若无睹的 一眨眼的功夫 韩丽就潜入到 那一抹开花净凌莲所在的池底处 他在光幕中 亲眼打亮了绽放的凌莲片刻 单手一翻转 从储物灼中取出一个 晶莹剔透的玉盒 深吸一口气 一根手指冲凌莲虚空一画 一根青丝闪电般地 从指尖处击射而出 围绕灵莲 静感只是轻轻地一绕 盘子大小的肉色莲花 立即从上面脱落而下 并在四周压力的挤压下 往上方一扶而去 早就有准备的韩丽 把手中玉盒冲着莲花一晃 顿时盒盖飞起 一片金霞从中一卷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就把莲花包入其中 并扯进了玉盒当中 盖子在一落下而后 这朵静灵莲就算完整地到手了 至于服用之法 韩丽自然也了解过一些 并不是马上服用 而是在洗水过程中 配合洗灵池才服下的 单手一晃 玉盒就在手心中不见了 随后韩丽两手一掐绝 一声霹雳之后 无数金色电弧从体内狂涌而出 在体表一阵的撂绕 一阵金色电光闪过之后 韩丽身上衣衫瞬间化为了飞灰 整个人一下变得赤条条起来 看似匀衬普通的身躯 体表却洁白晶莹 并且隐约有一层象牙般的光泽 在肌肤上闪闪地冻着 韩丽对着一切视若无睹 抬手冲四周青色的光幕 微微一挥 砰的一声啊 光幕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周银色的池水 向着赤裸的韩丽一涌而来 将其瞬间包裹在了其中 韩丽不由自主地 清吐了一口气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